不留路上坑坑巴巴放滿三角錐 騎士東鑽鑽西鑽鑽 轎車機車全塞在一起 顯像還生 就要彎來彎去的啊 閃來閃去這樣子啊 不小心沒看到他可能會撞傷 找西風穿越很可能一不注意就發生危險 這也是台南市中心主要幹道西門路 是許多市民上下班必經之路 尖峰時段總是擠滿車潮 但最近卻變成了這副模樣 一個個三角錐矗立在筆直的不留路上 圍住突出的人孔蓋 可前進的路線變成S型彎道 就連地上標線也不見了 路過車輛全幾層一團 騎士叫聲還以為是來到駕訓班 騎士超無奈 這樣的狀況已經持續了好幾天 工程單位緊急出面回應 原來是因為進行刨鋪作業 工人只好用三角錐 所以將人孔蓋全圍起來 但施工時間過久 難免引發民怨 工程單位也承諾將會盡快完工 還給市民一個安全平整的行車道路 記者賴慣章 邱小倩台南報導 記者賴慣章